这样的身份 也让他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倘若他真的能够为我们化解 烟霞上神突然陷入暴走的谜团 对于我们烟霞一脉来说 也算是一场福泽 倘若他有着其他的目的 面接烟霞上神心怀不轨 到那时候 我们再倾尽全力 借助至高神意志的传承 将之镇压也为时不晚啊 毕竟 我等体内都有着烟霞上神的血脉传承 这个谜团一日无解 恐怕 我们烟霞一脉 永远也做不到落叶归根 发出这一番提醒和劝说的 正是之前和徐阳来了三百回合 一对一过手那个丫头兰儿 看得出来 她也应该是年轻一代当中的佼佼者了 颇受领袖女子的器重 这领袖女子看向自己是爱徒 这般虔诚的为徐阳请愿 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轻轻挥了挥手 你们都站起来吧 此番作态成何体统 当着外人的面 要挟为师 真是你们这些好徒儿该做的事啊 不过莱尔刚刚所言 也并非全无道理 烟霞上神突然抱走这件事 确实是历代领袖掌门心中为之疑惑的事情 倘若这小子真能帮我们化解谜团 我们倒也欠了他一个人情了 就此放他通过幻境 也未尝不可 徐阳的目的已经达到 脸上露出了和许的微笑 对着下方这个领袖掌门轻轻点头 那就有劳各位带路了 仙子们不做更多犹豫 在掌门领袖的带领下 跟从在后 徐阳则在那个叫兰儿的丫头守护之下 跟在队伍的最后方 你们这个掌门领袖 看起来年龄也不小 怎么不见你们烟霞一脉 有男子出现 兰儿面色羞红 似乎这里面涉及到一些 烟霞一脉十分禁忌的秘密 徐阳自知没有办法进一步探知 也是随便找了个话题 化解了眼前的尴尬 一路之上 徐阳从这个叫兰儿的首席女弟子那里 得到了一些有关烟霞一脉的传承过往 而那烟霞上神 曾经也是十八旧神当中 少有的惊艳女子 能够以女儿神成为昆仑的守护者 那女子自然也绝非凡俗 徐阳心中似乎对烟霞上神的一切相关秘密 也都燃起了兴趣 没过多久 在那领袖女子的亲自带领下 徐阳以及身后一众女弟子 纷纷来到了这所谓的烟霞幻境的禁忌所在 这个地方是一座湖中心的空旷山谷 说白了就是一处独立于湖中的炼狱 所谓的禁忌 指的就是这座湖中岛屿周围覆盖的强大法阵 领袖女子一番操作 总算是将法阵外围无比强悍的守护机制 暂时封印了起来 而后她缓缓转过身看向徐阳 你是外来者 纵然实力强大 但想要突破我禁地的封印 也绝非容易之事 我只能给你一刻钟的时间 能否化解下方九十九道阵法封印 就要看你自己了 倘若你能在规定时间内得手 那你自然便有进入到岛屿中心的湖底深处 面接烟霞上神封印的资格 倘若你做不到 那很遗憾 就此带领你的妖兽军团 离开我们烟霞幻境 徐阳听到眼前首领女子这么一说 无奈地苦笑摇头 如果仅仅只有这么一点强度的话 那何须一刻钟的时间 徐阳不过轻轻打了个响指 脚下强大无比的鬼谷奇门阵法 完整的烙印迅速浮现 巨大的阵法图腾悬浮当空 迅速笼罩了整个湖中岛屿的上方 在这阵法的影响之下 99道封印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错乱 之前所拥有的守护形态 分分钟便分崩离析 在徐阳强大的鬼谷奇门阵法力量影响下 完全失去了封印的效果 这样一来 这99道天之锁链形同虚设 徐阳就这样当着所有人的面 安然无恙地落足于岛屿中间 仰头再次看向虚空上方 这各方仙子们的时候 这些丫头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早已经被徐阳一番 惊为天人的操作彻底吓坏了 师尊 这家伙还是人类吗 他竟然强大到这样的地步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而刚刚一直和徐阳较为亲近的兰儿丫头 则忍不住露出了一抹微笑 心中对徐阳高大上的形象 更尊重了几分 倒是他的师尊强行镇定了几分 倒吸口凉气 幸亏之前我们没有一见面 就和这小子为敌 否则 恐怕此时我们都已沦为 他掌中的一把玩物了 凭他的实力 想要抹杀我们所有人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首领女子好在还有自知之明 一眼便看透了徐阳 深不可测的境界之后 便再也没有任何想要阻拦他的欲望 无奈地叹了口气 对着下方岛屿中心站立的徐阳 搭出了一道灵魂烙印 而那便是开启岛屿 通往湖下深处最后一颗 核心封印的钥匙 阴霞上神的封印地 就是在这岛屿下方 正对着湖心底部那个地方 进去容易 想要出来就十分困难了 徐阳露出一抹微笑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原地 当他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身体已经出现在这湖下最深处 那隐蔽而强大的水中囚笼面前 透过无比通透的水晶囚牢 徐阳看到里面沉睡的 滋容完美的轮廓 说他是睡美人也不为过 因为这个女人的滋容相当绝美 并且没有一丝一毫岁月痕迹 徐阳为了唤醒水晶牢笼当中的对方 轻轻打出了一丝灵魂力 但是似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思绪片刻 徐阳开始尝试将古尊的灵魂气息 覆盖向这水晶牢笼的外围 一直过了整整三天三夜 所有精神力覆盖在这囚笼外围的气息 形成一道又一道灰白色的光线 渗透进了囚笼的内部 终于 在这股气息的影响之下 那睡美人一般的烟霞上神 缓缓睁开双眼 属于十八上古旧神当中 惊艳女子的气息 开始复苏 第一眼便看到 徐阳身上那乌与伦比的大气韵 这烟霞上神立刻恢复了几分精神 我以悉数知晓你的来意 作为十八旧神三位老大哥的意志守护者 我替他们感谢你 只是 如今的至高神意志 远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座水晶求老 便是至高神意志强行 驾持在我的灵魂之外的 我被这股力量困锁住了心智 很难再和我的血脉拥有者碰面了 若非用一些残忍的手段 向他们释放出一种 我已疯癫的信号 恐怕那些丫头们 会不遗余力地冲破枷锁 想要与我见面的 可是当我与自己的血脉 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至高神的意识 就会提前复苏 我的那些后人 都将被这股力量完全吞噬 徐扬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原来如此 合着弄半天 前辈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保护自己的后人